我们有几个问题 你会会认为首席的总裁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听见提问没有回应 7号上午拜会立法院 与立法院长游锡坤 还有国民党立愿总召曾明宗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 民众党立委吴欣盈 时代力量立愿总召邱显志等人会谈 他来台湾就是来多听听 台湾多元的声音 美国政府也表达说 未来台湾不论是谁执政 他也会继续来支持台湾政府 他也会主意去拜会 罗森伯格立愿闭门会议 聊了一个多小时 根据与会人士透露 罗森伯格大多时间都在聆听 朝野各党立委意见 很少发言或回应 内容聚焦在台美贸易倡议 包括经济环保等议题 罗森伯格要了解台湾政治 也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见面 昨天我在接待AIT理事主席的时候 也提到国民党的能源政策 是最务实稳健的 都非常清楚的了解 本党的立场 也都觉得本党的立场 才是真正的爱台湾 朱立伦要替国民党深化与美方交流 罗森伯格这趟访问 背后也可能有深厚的政治意涵 背后还是显现出 美方非常希望能够增进 跟台湾各方面理解 而且是各党派 在一个台美继续 关系深化的轨道前进 一方面罗森伯格代表美国 美国的利益 他希望跟台湾加强沟通 那另外一方面美中关系是大的局势 是比较台湾难以造之在我 那还有是也会隐约地 牵动到两岸的互动 学者正面看待 罗森伯格来台之举 就连台湾美国商会也表示 最快将在七月规划 与蓝绿白三方总统参选人见面 2024台湾总统大选 牵动国际局势 各界高度重视 本学附加新礼物台北采访报道